澳門國際銀行橫琴月澳深度合作區支行 10月26日正式揭牌 這是橫琴月澳深度合作區管理機構掛牌後 第一間新設立的澳資銀行 等金融服務領域開拓創新 全力支持合作區發展 為共建一帶一路 福建全方位高資料發展超越 赤城奉獻 為大灣區恆薄發展 臨心俱立 我們將結合總體方案 與社會各界 共同推動月澳深度合作 重點產業的發展 促進澳門經濟事務多元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為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行穩之宇 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橫琴月澳深度合作區建設 是推動月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決策 亦都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經濟多元 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部署 這次澳門國際銀行在合作區開設支行 將為兩地經濟往來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務支持 促進合作區實體經濟發展 澳門國際銀行在合作區開設分支 將能借助合作區的創新金融政策 在增強機構實力壯大業務規模的同時 通過自身及集團的內外行動 為兩地經濟往來提供便利的 跨境金融服務支持 促進合作區實體經濟的發展 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長郭寧寧表示 澳門國際銀行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支行 是敏、越、澳金融機構共同努力的成果 未來將會進一步為合作區市場提供多元金融服務 為區域經濟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主持人 主持人